各位朋友,网友们好 欢迎来到看世界频道 今天是美国时间2022年6月6号周一 中国大陆网红直播呆货一哥李佳琪 因在六四前夕直播卖坦克蛋糕而被断网 这两天这件事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 有网友担心李佳琪可能被永久封号 我估计李佳琪和他的团队正在接受无刑 也是无情的证审 也就是中国当局正在调查李佳琪和此事有关的人的政治背景是否干净 是否红心还向着党或者是向着外面自由的世界 或者是勾结境外势力闹事 其实也没闹什么事 和以往一样正常直播带火而已 只是坦克蛋糕触动了中国当局敏感的神经 千万不要在六四这几天说到或者播到坦克 或者是相关坦克的任何事物 因为33年前的六四中国政府下令军队开坦克 进京镇压在北京天安门静坐绝食抗议的30万中国大学生年轻人 从此中国大陆人不能在六四这几天不能以任何方式提到坦克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不知道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 因为事发后中国当局不让人们提起这件事 网络监控非常严厉 这就是为什么李佳琪才播出坦克蛋糕就被迅速断网 李佳琪今年29岁出生于1992年 天安门事件是发生在1989年 所以李佳琪可能是不知道这事的 但估计现在李佳琪和她团队可能是在无形的严密监控当中 当局会对他们进行彻头彻尾的检查 如果李佳琪事无心为之 确实是掉进别人挖的坑里 那么李佳琪可能不会被永久封号 目前仍能在网上查到李佳琪直播间 但在淘宝网上搜索李佳琪和李佳琪的直播间关键词 也已经没有任何与她名字相关的产品 不过她在微博、抖音和视频网站 BilibiliBilibili上的账号仍然存在 李佳琪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带货直播主播 并译为口红一哥 有一次在淘宝的直播 5分钟内卖出了1.5万只口红 曾获得官方冠语的2020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李佳琪有庞大的粉丝群 大部分是年轻人 世界各地的华人 每年在六四 这一天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和悼念活动 而中国年轻一代却一无所知 或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好了这一次就和各位朋友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